天啟集团已经收购了DI30%的股份 鲁常威 没错 他就是我父亲 所以丁文啸先生 仅代表我这个股东介入这件事情 只要他认可你的预送方案 并且能够完成的话 我举双手赞成 徐总 我想 你应该是站在我这边的吧 那好 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 那么丁文啸先生代表我 协助徐总继续完成信幕计划 王总 这是关于DI并购案的最新修令板 好 给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突然明白了 你当年为什么那么拼命 为什么一定要支撑逐迪爱 我原以为只是你的野心 你的欲望 当我最近突然发现 这也许 是因为你的愧疚 爸 对不起 这么久没来看你 我今天来 是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的 许叔他醒了 你终于可以安心了 我知道你跟许叔一样 你们都希望迪爱能够长远发展 可是我又何尝不是呢 我之前一直恐惧 我害怕 放弃了今天新的开始回到迪爱 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我还害怕 会犯下你之前犯过的错 直到许叔醒了前几天来找我 跟我说了很多 我才明白 爸 迪爱也是你的 你会保佑我们的对吧 你放心 我和墨城还有灵珊 一定会竭尽全力 保住迪爱 温孝 你可要想清楚 如果这次 你打算停下私人定制的事情 去帮助迪爱集团 那你能走的路就只有一条 信木 你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要知道 这可是赌上了 萧氏光年的私人定制 如果信木成功 那后面的私人定制 自然也就顺风顺水 可一旦信木失败 私人定制计划的路 也会变得很难走 毕竟投资人都不是傻子 五孝谢谢你啊 为我考虑这么多 我既然已经做好了我的决定 我就一定会走到最后 哪怕希望微乎其微 五孝 至于之前的损失 你先别想这些 我所需要的 根本就不是你的补偿 你现在要考虑的 不是我 是你自己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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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夏 我决定回迪爱了 暂缓私人定制计划 回去实现我父亲的承诺 好 我尊重你的决定 但是我一个人回去做不到 我还需要你 文董 我正要过去找您呢 刚才打了几个电话都占线 您挺忙的是吧 要不就明天 还真是不凑巧 我现在正在澳洲呢 突然有一些急事要忙 这你说吧 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也回不去 那么等我回国之后呢 我再联系您 文董 您前两天不是在国内吗 怎么突然就去了 去澳洲了 事出突然嘛 这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 这样子吧 我事情一忙完 我立刻回国 等回国之后再跟你联系 好吧 那就这样 闻少博这只老狐狸 怎么突然去澳洲了 分明是在故意夺悟 这件事不能再拖了 咱们没有任务的 喂 徐总裁 我需要了解一下关于 姓母的进度 芬芬 jak Lalal 好 我准备一下就过去 次 丁总 迪埃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在我手上 如果你想挽救迪埃 这是个机会 事后我再向您解释 现在谢幕已经进入到了 定稿阶段 样衣主要分为 批量款和限量款两大类 限量款为纯手工制作 部分细节呢 还在加工感制当中 信幕还是以中性为主格 让服装不受年龄和性别的局限 用简单的几何美学 和不同的机理面料组合 并弃多余的装饰 在欧美的设计中 加入中式元素 从而展现出来 另外一种美学的效果 目前 我们有两个系列要展示出来 一个是灵溪 另外一个是折旨 至于时装发布会的地点呢 有三个待选 待我们实地考察 面谈之后 徐总 你有没有考虑过预算的问题 最近的预算报表已经出来了 严重超值 删减预算是在必行 丁总 你是回来拯救信幕的吧 还麻烦你帮我刷一下卡 当然 我也知道 文董是站在你们的立场上 用夺我的方式来避开删减预算的问题 刚才你们所说的一切 也都是在逃避这个问题 预算的事情 我能解决 丁文孝先生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你已经离开DI了 当然 离开原因我暂且不说 就现在而言 你以什么样的身份来介入此事呢 你毕竟不是我们DI的人 如果设计稿在外泄怎么办 许莫辰 雨薇收购DI 势在必行 王总 我觉得雨薇并购不了DI 现在 连一个前台的人 都可以介入此事了 天启集团 已经收购了DI百分之三十的股份 卢常威 没错 他就是我父亲 所以丁文孝先生 仅代表我这个股东 介入这件事情 只要他认可你的预算方案 并且能够完成的话 我举双手赞成 许总 我想你应该是站在我这边的吧 那好 既然大家都没有异议 那么丁文孝先生 代表我 协助许总继续完成心目计划 协助许总继续完成心目计划 艾兰娜 我的计划失败了 丁文孝重返DI 掌管了心目 丁文孝不是已经失去DI的股权了吗 怎么还能接管这个项目呢 之前股东所释出的股权 被天启集团的陆长威所收购 他的女儿陆青竟然在DI做前台 他委任丁文孝 来代表天启集团 接管心目 并同意 在删减预算情况下 继续完成心目 在删减预算的情况下完成项目 丁文孝有这个本事吗 不要小看了丁文孝这个小子 丁文孝 丁文孝已经回到了DI 他也制止了王希泽的阴谋 并且承诺 在删减预算的情况下完成心目 这对丁文孝而言 又是一个新的挑战 我们一定要尽全力地帮助他 让心目成功 我会的 文道 丁总 你一定很好奇 我这个天启集团的千金 怎么会到DI做前台呢 的确 说实话 我想摆脱我那个大名鼎鼎的父亲 我一毕业 完全没有工作经验 就被当一个总经理 这个职位我并不愿意 但是以你的学历 完全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 你不觉得在DI当个前台 有些趣才了吗 我并不觉得呀 职业并不分高低贵贱 在DI的这几年 见证了DI的风风雨雨 但我依然觉得 DI是一家有心意的公司 这里呢 拥有年轻人的活力 和实现梦想的动力 不像我父亲的公司 冷冰冰的 诸有制度 卢青 还是要谢谢你 这个谢谢我接受 但对于天启集团的投资 丁总 你还是要给我父亲一个交代 至于我的工作嘛 我希望不要有任何变动 没问题 接下来 就看你如何完成 西木计划了 姐 私人定制计划 为什么又要暂缓 我好不容易把刚解散的团队 给召回来 你又说暂缓 我怎么和他们讲啊 严东 这也是特殊情况 等文啸解决了DI的问题 私人定制一定会执行 万一解决不了呢 是不是私人定制一块搭进去 我相信文啸 你们是彼此相信 那我呢 我来来回回实信于人 谁还相信我呀 严东 我不想再听你们解释了 私人定制计划我不干了 我不想做没有诚信的人 严东 严东 莫辰 在西木还没有完成设计的前提下 就要求你支付海外宣传的费用 你有去了解过Alena是通过什么方式 宣传西木的吗 合作的广告公司又是哪一家 你看过企划和方案吗 合约你签了没有 我当时和Alena也只是口头上难过 没有签订任何合同 但是我太心急了 就交代朱琦 将款项打给Alena 这件事情是你和Alena单独聊的 不可能有第三个人知道 是王希泽通过文董 要求过问这件事的吧 是王希泽通过文董 那就说明Alena和王希泽肯定有猫腻 一定是他们记恨于我 所以在联系手来对付我 想搞垮迪爱 也不全是 王希泽想要并购迪爱 并非要搞垮 也是想借由迪爱 完成严微的上市 那么删减西木预算 就是王希泽主导迪爱的手段 至于Alena海外宣传的部分 就是完成王希泽 删减预算的重要契机 文肖 在删减预算的情况下 西木真的可以完成吗 现在就算不可能 也要变成可能 摩尘 你帮我召集一下各部门主管 我想跟他们单独聊聊 也不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万一他在做谈判 我给他打电话 不是打扰他了吗 还是等他回来之后再说吧 郑经理 我知道 在我之前管理迪爱的时候 给你们部门造成了一定的压力 在这里我跟你道歉 现在迪爱上市就差临门一角 而我们目前 面临着要删减预算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 你追随我父亲已经很多年了 虽然我父亲已经不在了 你却还留在迪爱 我相信迪爱在你心里 是有位置的 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 一起完成戏目 完成迪爱的上市 对于你们的付出 我也会向董事会提交申请 争取你们的权利 只要迪爱能上市成功 将会将迪爱的一部分股权 分给大家 让迪爱成为所有员工的 想要不被淘汰 萧氏光年就一定要将私人定制计划 执行下去 仁煦 我们只是暂缓私人定制 并没有说不执行 要做就尽快做 你干嘛暂缓呢 可是文校必须先完成戏目 才能执行私人定制 那为什么不先完成私人定制 再去弄弄弄那个什么戏目呢 仁煦 丢文校人家那么做 自然有他们的道理啊 什么道理啊 你想说许墨尘是吧 那许墨尘就是活该 跌倒了就是他报应 仁煦 你别这样替他解释啊 一替他我就来气 许墨尘会这么做是因为 关于许墨尘的任何事我不想听 你们甭想为他解释 还干嘛干嘛 仁煦 言下 你别生仁煦的气啊 那先这样 咱们有事再联系啊 我说你 别一提许墨尘就来气好不好 不好 我就小心眼 我就没杜亮 行不行 我知道 你是在气他不该欺骗我 但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他不是那样对我的话 我能跟你在一起吗 我 没 没有他 你 你一定会跟我在一起 根本不需要他欺负你 谁欺负你都 不行 我知道 你对我好 既 既 既然知道 我对你好 就 以后就别在我面前提他 好了 走吧 莫尘 你知道文啸这次为了回来帮你 他和言下做了多大的牺牲吗 言下将他的私人定制设计稿 全部提供给了信木 文啸也暂停了私人定制的计划 更对不住他们的投资方 未来信木不管成功与否 这份情 你一定都要永远记住 我知道 我和我父亲欠文啸的太多了 喂 何贝 有件事要请你帮忙 没什么麻烦哪 什么事 帮我调查一个人 具体时间我再通知你 来 莫尘 我想请你帮我联系一下艾琳娜 以你个人的名义 没问题 好 联系好之后时间定点告诉我 我现在就去办 喂 艾琳娜 许总 你这个大忙人 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了 现在丁文啸已经接替了我的位置 我空行得很 明天你有空吗 我有点事想找你聊一下 好啊 那就约好时间 明天上午十点 好 明天见 这个许莫尘 又想搞什么鬼 好 林善 西木的最终设计稿确定没 西木的设计稿还没有确定 但是我选择以言下的设计稿为主 我的为辅 如果蔡宁今天筛选出来的话 我连夜加班 应该明天就能完成了 好 那等设计稿定稿之后 我们再确定一下面料 还有代工厂商 约好了 明天十点好时 是 蔡宁 言下的设计稿筛筛选完了吗 下班之前一定交到你手上 喂 文乔 明天十点好时 目标艾伦呢 好 为了顺利完成心目 我不能放弃任何机会 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 牧总监 这是筛选完的设计稿 辛苦你了 蔡宁 凌申 怎么这么着急 言下的设计稿已经筛选出来了 我今天晚上要连夜赶出修改稿 明天要和文孝去确定 材质面料跟代工厂商 那我送你去吧 麻烦你了 看来他们两个才是最合适的 情况怎么样 爹爱的员工倒是愿意配合 但是以目前的预算 想要达到国际市场的那个层次 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那你的意思是 西木要失败了 这也倒未必 现在内优势解决了 只要把外患也搞定 西木就还是有救 你指的外患是什么 海外销售通路 还有国内的高端消费市场 不重要 远夏 你明天跟我一起回迪爱吧 设计不需要你 设计不需要你 你不需要她